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京 长洲以及台中 其他还有多个城市尚在考虑当中 张张富强调 加州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高科技业以及电影业 希望将来和友好城市在这两个产业密切合作 他表示 矽谷虽然已经是全世界创新科技的中心 但是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公共交通设施先进 地铁和高铁科技水平令人震撼 很值得借近以及学习 举例来说 上海的地铁 无论是从车厢的设计 以及电气化水平来说 都让人刮目相看 最后张张富表示 希望今后Cupertino和中国台湾友好城市之间 能够更深入地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与提升双方政府以及民众的了解 共同发展互惠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周的完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